你们打过菜籽吗 今天我们家打菜籽了 看我们五个人半天时间 能不能把这片地打完 你是二国 今天你可是足利哦 没问题 我可是干活小龙手 今天我的家具也特别齐全 大家看 这是管二师兄借的 有认识这个的吗 这是榔头还是棒锤 一种来的时候 提前准备了一个西瓜 天气太热了 放小河里面凉一下 一会干活渴了再吃 先给地里腾出一点空地出来 把棚布展开 铺在地上 待会在这上面打菜籽 菜籽就不会露到地上去了 菜籽提前割好 在地里晾晒了两三天 晒得干干的 待会打的时候特别好打 容易出来 把他们整整提起来 扔到棚布上 上面踩一扇 后会好打 你咋在旁边看的 先学习一下吧 这么简单 还有学吗 干啥活都有技巧吗 不如蛮干 可能谁说要陪你 手走完以上 可能笑着流出 阿姑 来我来 接一会 你跑过去 没有 没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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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越干越熟练了 大家看 这么简简单单一个东西 它拽起来也有技巧 你像我刚开始上手的时候 它容易 站过来就碰到这里来了 把力气就消耗了 我用的力气 其实拽的时候很大 但是 跑过来 这个装到这个上 像他就给我卸力了 反正 干得很累 没有干到 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打这个两个人一起打 也是需要技巧配合的 看我爸和我锅配合得多好 两个人一前一后 非常的有节奏 都打的是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 效率比较高 可能在场室身边有少温柔眼睛 可能夕阳 沉沉上 又人事严 大碗了 把感觉 抽一下 把它放在那里 好 好 看谁说要被你承受 走完一生 可能笑着 我妹妹 坐在树荫下面 盛款了 你去把西瓜 起过来 一起 好 我还要在这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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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暖房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 可能时光被吹走走自无影无踪 可能故事 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 可能在左眼 那是肯定的 这些东西我们那边小麦种的多 常用的 像破季 罗洛 塞塞 这些以前是常用的 啊 我们那边猪麦子多得很 家家都有五六亩麦子的 集体搜嘛 集体搜 集体搜 就是聘院嘛 集体搜 处理到这个程度 就没法再继续处理了 里面还有一些灰尘 还有一些渣渣 等收回去 用那个风车再吹一下 就吹到彻底干净了 结束回家了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五个人 半天时间收了一百多斤菜子 感觉你们这边的地好小呀 一家就只有那么几封地 看 还都用这种石头 一块一块的隔着呢 过几天你看看 往那边收小麦 家家都要收几千斤 多的要收上万斤的 你怎么不去呗 我看了一下 我感觉我飞不动 爸还是太厉害了 周公回家了 可能武当山道上 有人前尘盘等 可能周庄小巷 你忽然忘掉年轮 我并不是说一声完以后 你会认为 你会认为 有什么东西